古代时期的皇帝在所有人眼里是最有权力的人 拥有全天下的财富 但是也有一些皇帝当得很无奈 他就是个傀儡,受全城的摆布 即使如此也有人愿意当这样的皇帝 但是也有例外的不愿意当全城的提现木偶的 后召第二任皇帝石洪就是 他当时也是被逼无奈当这个皇帝的 石洪是后召开国皇帝石乐的第二个儿子 本身他是没有姓氏的,后来才取名石乐 石洪自小受到汉民族的文化影响 从小精通礼仪,对律法也很熟悉 又因为战乱,所以在父亲的要求下 他学习了兵法和武艺 是按照文武双全的路数培养的 石乐自立为王,后召政权因他而成立 他的长子石兴已经去世了 所以石洪被立为太子 但是石洪对文学更加感兴趣 对政事一点也不关心 这让大臣们很不放心 而石乐也认为石洪不太有当政的样子 石乐的侄子石虎一直在军中打仗 立下了不少战功 相比较而言石虎就是温室里的花朵 石虎内心很不服气 但是在皇帝面前他不敢暴露分毫 但在其他大臣面前他是非常傲慢的 即使是面对石洪的时候 他也不屑一顾 而且他曾经明目张胆地说过 皇帝一旦驾崩 他立马就收拾石洪 真的是非常的嚣张 盛起凌人 因为石虎这样放肆 曾被大臣们提议早早除掉他 但是皇帝并不觉得石虎多危险 他甚至觉得石虎是辅佐儿子石洪的最好人选 不过他同时也开始培育石虎的威望 以遮盖石虎的光芒 石虎对自己的情势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石虎这个人太霸道了 一旦父皇不在 自己绝对敌不过石虎的 后来石乐去世了 其实早在他病重的时候 石虎就已经在谋划了 在皇帝去世后 京城内外他都控制得严严实实的 石虎当时所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逃避不露面 石虎根本不敢即位 当然他的内心也是对皇位非常抵触 石虎只好要挟石虎上朝 石虎吓得胆战心惊 被逼着上朝 简直太不像样了 因此如果石虎来硬的登上皇位 其实也很容易 但是他没有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 主要原因是三点 一石乐才刚死 对其他人还能形成忌惮 因此石虎不敢轻易这么做 二石虎平日里太过跋扈了 大臣们本身就怨言多多 如果他直接登位 肯定会遭到庞大的反对的 他是很顾忌的 三石乐临死之前 对石虎说了很多 忠心辅佐诱主的人物 石虎也明白 如果他做了 也会被后人所不齿 石虎被逼着坐上了龙椅 他吓得痛哭流涕 要把皇位让给石虎 但是石虎坚决不同意 他掌握军政大权 操纵石虎 石虎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 除掉了不少人 当时刘太后与儿子石龛 决定杀掉石虎 但是最终还是暴露了 石虎用极其残忍的方法 处死了他们 面对起义的势力 石虎同样施以酷刑 这些石虎都看在眼里 他再一次提出退位 石虎拒绝了 石虎当然很想当皇帝 可是他不能接受 善让得来的皇位 他觉得石虎太懦弱了 根本没有能力当政 这样的人应该被废掉 后来石虎废掉了石虎 石虎一下子就轻松了 对所有人说 是自己没有才能 根本不配坐在皇位上 他没有沮丧和颓废 相反觉得十分轻松 但是轻松也是短暂的轻松 石虎后来坐稳皇位 就将石虎一门都杀死了